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剛剛就有個新聞出了來,就說有一個十二歲的初中生涉嫌在哄仔的圖書館廁所性脅迫一個三歲的女童, 她是否認犯案的,但就已經被司警拘捕了,就在上個星期五的下午,受害的女童媽媽和另一名家長一齊去接子女放學,之後一齊去到圖書館。 這個三歲的女童就和對方的五歲男童就一齊去兒童廁所, 期間這一名涉案的十二歲初中男生亦趁機入了廁所和鎖門,脫了女童褲和摸她的屁股。 沒多久之後門外邊的家長就拍門了解,看到涉案的男生逃離現場, 她的女童家長就覺得奇怪了,曾經就試過想追截她但不成功,於是就報警了。 司警就說了,第二日的下午,在哄仔的大廈截到涉案的男生, 她在母親的陪同之下去到警局接受調查,司警就認為證據顯示她是涉嫌觸犯性脅迫罪交到檢察院處理。 我真是猜不到澳門會發生這樣的案件, 今次這兩個受害人加起來, 一個十二歲、一個十三歲加起來都不到十八歲, 到底這個十二歲的男生平時看了什麼,學了什麼, 會變得這麼恐怖的? 和你家長應該有不少問題,是不是疏忽照顧呢? 或者是沒怎樣教好她呢? 這個這樣的案件是一個非常之恐怖的案件來的, 希望之後不要再有了。 好啦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 大家有什麼想講下面留言啦, 我下集再見啦,拜拜!